各位業界星星大家好 我是資產會李治豪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介紹兩個研發補助計畫 一個是主要性性產品開發計畫 另外一個是市場用型發展補助計畫 這邊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我後來發現把這兩個計畫的議程排在一起 所以那個簡報檔檔的部分我做了一些調整 就把各位手邊紙本的簡報做了一些合併 那在講這兩個研發補助計畫之前 我先跟大家提一下我們計畫的定位 就是說我過去在福島業者申請政府計畫的過程當中 其實發現很多業者他遇到的最大的困擾是 他不知道他們的計畫應該要去申請政府哪一個計畫 就是說如果在座很多是從早上一路做到現在 會有一些confused 就是說介紹了這麼多計畫 那我到底應該去申請哪一個計畫 才會比較容易通過 或是說才比較容易取得補助 那這個中間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在申請計畫之前 你要先了解每一個計畫的定位 還有就是經濟部在推動這個計畫的時候 他想要達到什麼樣的預期目標 那你搭配這樣子的政策目的跟他計畫的定位去申請的時候 其實在你申請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在審查委員 面對審查委員或是在你做 撰寫計畫書的時候 會 會輕鬆很多 就是說你遇到的阻力會比較少 那也讓你的通過率會提高不少 那我們這兩個 一個主要性計畫跟市場用型 它其實是搭配我們最近 部裡面 經濟部裡面在推的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裡面 它其實是兩大主軸 一個是它希望能夠加速中間企業的躍升 那另外一個是 希望能夠促進產業的多元創新 那我們過去在台研發補助的時候 大概 在政府的概念上面 其實都是大概是往微笑曲線左邊這邊去走 就是說希望透過計畫的執行 就是產品開發或是技術開發的過程當中 去協助企業累積 去累積它的研發能量 也就是說主要性計畫這一邊 它是一個產品開發計畫 但是它的重點是 在產品開發的過程當中 是有一些核心技術是可以突破的 就透過這樣子去累積企業的研發能量 所以這個計畫它的核心價值 會是在產品的關鍵核心技術 它要突破國內 超越國內目前的工業技術水準 那另外在市場用型計畫呢 這個是我們在99年下半年 才開始推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過去其實在研發補助裡面 其實比較少去往微笑曲線的右邊 就是服務行銷這一段去走 那在商業市跟中華系列書那邊有一些 有一些類似的計畫 但是大部分它的規模沒有那麼大 而且它補助的範圍大概是最末端 就是有再去參展或是行銷的那一段 那這個整個市場用型計畫 它是希望說我透過現有相對成熟技術的跨領域整合 或是一些創新用服務模式的一些開發去創造產業多元化 那也就是說我們最近常聽到的 所謂在提的三頁四話 就是希望製造業往服務化 製造業服務化就是往服務方面去走 那或是服務業它能夠導入一些科技自通訊的技術進來 就是所謂的服務業科技化那傳統產業它會有特色化的部分 那在技術處那邊有一個創新科技應用計畫 它是跟市場用型計畫比較類似的 但是在科應計畫這一邊呢 它其實是著重在自通訊技術的導入 那在市場用型這邊就沒有局限在一定要自通訊技術的導入 你是開發產品的創新應用或是開發新的營運模式 其實都可以喔這個是在計畫定位的部分 那在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在同樣技術開發的補助範圍裡面 就是前面有介紹SBR 那另外技術處這邊也有一個業界科專計畫 當然這個好像沒有在今天的議程裡面 不過大概知道類似的目前在技術或產品開發的計畫補助裡面 其實大概這三個計畫是比較類似的 那我這邊用一個這樣的圖表來去表示 就是說SBR計畫它補助的對象只限於中小企業 那它的補助規模呢其實剛剛前面也有介紹 它大概是在補助款大概在1000萬以下 大概在補助款大概在1000萬以內 那技術處的業界科專跟工會局的主導性性產品呢 它的補助款大概我們過去平均是在1200萬左右 那當然有一些更高 所以我們大概用一個這樣的概念呢 就是說如果你們申請的計畫規模 如果是在1000萬以下的話 會比較傾向建議去申請SBR 就是說它其實中間你要花的Ever其實差不多 就是你同樣要寫一本計畫書 同樣要準備簡報要進行審查的過程 但是它的門檻會 就是委員在審查的時候 它的那個門檻會有一些差異 畢竟因為補助比較多錢 委員會比較謹慎 那我們在流程設計上也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這個是計畫規模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在主導性跟業界科專這個部分 大概是以一個是技術開發 一個是產品開發 以這樣子很多的方式來去做切分 那當然有些人會說 就是說我技術跟產品中間一定會有一些重疊 就是說我在產品開發的過程它會有包含技術 那技術開發它最後一定會對到產品 所以這個圖中間還是會有一些overlap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已經有做初步的整合 就是這兩個計畫它其實是同一本計畫書格式 然後審查的時候也是同一個審查委員會 所以這兩個計畫中間是有轉案機制的 那接下來去講計畫目標 在主導性計畫的部分 它其實它的目標是希望透過補助的方式 去促進產業創新升級 然後推動產業技術研究發展 所以它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希望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去推動產業 它投入一些技術的發展 那它的重點就是說 在審查的時候關鍵就是說 它必須要你的產品必須要具有市場潛力 就是說在未來的市場它必須要具有主導性 而且這個產品它中間的關鍵技術 必須是要超越國內目前工業技術水準的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在我們後續的計畫審查過程當中 其實委員大概八成以上的問題都會環繞在這個計畫目標上面去問 那再來那個市場用型計畫的目標呢 它其實會是從市場需求分析開始去提 就是說我們在談一個所謂的創新應用 或是創新的營運模式的時候 你要先設想說你這樣的應用是要在什麼樣的情境下 那有多少的市場規模有多少的需求 它是需要這樣的情境模式 就是說你的市場含量一定要大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東西它的產品時效性一定要快 就是你的產品或服務一定要可能在一年兩年之內 就要很快的能夠把它推到市場上去 然後所以它的主要的精神就是所謂的快很準 大概是這樣 好那接下來是我們談補助範圍 補助範圍在兩個計畫一樣 就是我們的補助科目 其實大部分政府的研發補助計畫大概都不拖這幾個科目 我這邊講一下說首先是人事費的部分 人事費我們如果以人員的身份來去分的話 大概可以分成直接人員跟間接人員 直接人員指著就是說公司直接聘雇 就是勞健保掛在公司下面的人員 就是公司直接的員工 那間接人員指的是外聘的專家顧問 專家顧問它一定是個人 那這些東西就是不管是直接人員或是間接人員 它都可以編在計畫裡面來 那另外一種分類就是說它有分直接的研發人員 跟其他價值鏈創新的研發人員 所謂職業人員就是它是工程師 就是RD的工程師 在主導性計畫裡面 因為它是技術開發計畫 所以它可以編列的只有RD人員 那市場應用型計畫呢 因為它會希望推動到後端的品牌服務的部分 所以一些市場行銷規劃或是市場市調的人員 它其實也可以編到這個計畫裡面來 這個是只有在市場應用型計畫裡面 才允許去編列的喔 但是要注意我們這個計畫 它還是一個研發補助計畫的範疇 所以在市場應用型計畫 它雖然可以編部分的其他價值鏈的人員 但是整個架構上面還是要以研發人員為主 這是人事費的部分 那耗材很簡單它的概念就是說 你在產品開發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使用的消耗性器材 這個大概很容易去理解 那設備使用費的部分 我們特別提醒一下 這邊是用攤提的概念 也就是說我們是用你設備 如果是新購設備的話 我們是用你購買價格的 用5年就是60個月去攤提 然後這個60個月在按你計畫 執行過程當中 在這個計畫裡面使用月數 去乘以上的使用比例 那維護費的部分 我們有兩種編列方式 一種是時報時銷 就是說你在已有設備 已有設備它在計畫執行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有一些折舊 會有一些必須要做維護 它就是憑你的維護負擔 去預估的金額去編列 另外有一種編列方式是 我跟廠商簽維護合約 也就是說我每一年固定要付廠商 一筆維護費 那不管它跟我維修幾次 它都是固定這個錢 就是說如果是用維護合約的話 也可以編列進來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你在計畫書必須要減付 你跟那個維護廠商的維護合約 再來是五星資產引進跟委託研究 那這邊也是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實質上的技術引進跟合作研究 就是說你在計畫產品開發的過程當中 有部分的技術開發工作 是委託其他的法人 譬如說工業院金屬中心 甚至支撤會 或是學校來去幫你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這個東西是可以編進來 那另外有一個部分是我在市場用型計畫執行的過程當中 我可能會委託一些顧問公司 或是飼料公司 他幫我去做所謂的產品市場調查 或是市場測試 甚至幫我做行銷推廣規劃的部分 這個都可以編到這個裡面來 就是說我們這個 這裡再強調就是說 我們這邊只補助到規劃的部分 沒有補助到後續你實際上去 在電視上打廣告啊 或是說你去餐展那個攝攤位 那個實質上的行銷費用 那個是沒有補助 因為那個是會涉及到商業競爭的範疇 所以我們只有補助到規劃階段的費用 那在拆旅費的部分 拆旅費的部分 它是搭配上面這個 無形資產引進跟委託研究的科目 兩個是搭配在一起的 就是說你出差的地點 一定是要跟你有無形資產引或委託研究的廠商 就是你不能在計畫裡面隨便說我要去參展啊 或是我要去洽談計畫內容 那個不能隨便編 它一定是要有進行或轉委託 你要針對計畫委託的內容去做討論的時候 才可以去編列這個國內參與費的部分 那我們計畫總補助款 總補助款剛剛有提過 大概平均我們每個個案 大概是在1200萬到1500萬以上 大概左右啦 大概在那個範疇 那我們的補助比例大概是在50%以下 那這中間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為了維持計畫的自主性 也就是說我們不希望補助一個計畫 它大部分的工作都委外去執行 所以這邊有一個規定是 無形資產引進跟委託研究的經費 它不能超過計畫總經費的40% 也就是說你至少要有六成的工作 是放在公司裡面自己執行 不能把大部分的工作都委外去做 那個就失去政府在補助這樣的意義 那補助範圍的部分 其實剛剛有提到 補助比例不能超過50% 然後在主導性計畫這一邊 我們有所謂三年三千萬的限制 也就是說同一家公司 同一家公司它在三年內 所拿到政府的補助款 上限不能超過三千萬 那這個三千萬怎麼計算呢 這三千萬是包含工業局的主導性計畫 跟經濟部的業界科專 它一起進來算的 也就是說我如果過去三年之內 我在可能在公會局跟幾乎處的 業界科專那邊已經拿了兩千萬 你這次申請的計畫 最多就只能再拿一千萬 這個是一般性計畫 那如果是政策性推動計畫 或是說你計畫內容是符合我們 之前公布的公告 定期公告的關鍵產品 東風造極計畫的項目內容的話 就不受這個三年三千萬的限制 那除了三年三千萬之外呢 我們會去參考公司的有效稅率 就是說一般的如果是 一般事業就成立滿五年以上的一般事業 我們是會去看公司的有效稅率 就是說你的所得稅費用 除以你稅前經濟的稅率 如果是在百分之十以下 我們就會按照你過去三年 平均經濟規模去補助款會遞減 也就是說如果你公司很賺錢 但是繳的稅率沒有到百分之十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政府會請盡量不要去補助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面對立法院的要求 就是說政府每年補助這麼多企業 那企業賺了錢它應該對社會有一些回饋 另外我們針對生計跟數位內容的部分 因為這兩個領域的特性通常燒錢會燒得比較久 所以這兩個是只要在十年以內的 我們都算新創事業 那新創事業呢 因為它可能前面會有稍前的階段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不用有效的稅率去看 會去看它十收資本額的百分之40 去設它的補助上限 那剛剛講這個都是一般性計畫的規定 那如果這個計畫內容呢 是符合關鍵產品登峰造極裡面的公告項目的話 我們在計畫合定通過的時候 會有加碼5%到20%的一個加碼的措施 那這個加碼5到20 它怎麼去判斷是5%還是20%呢 它就會去看 就是由我們各業務組的承辦人去看 你計畫內容跟我公告項目的切合度 就是說如果你越符合我公告項目所要的精神的時候 它其實加碼的比率越高 但是加碼之後的總補助經費 它還是不能超過計畫總經費的50% 就是不必還是不能超過一半 那接下來我們談計畫的審查重點 計畫審查重點其實會跟我呼應到 我一開始講的計畫定位的部分 就在主導性計畫的部分 它其實最重要的審查重點 它會去看你產品的技術層次 跟裡面的功能規格 在未來的市場上是不是具有主導性 還有就是說申請廠商它過去的研發時機 它是不是有辦法能夠順利的把這樣的一個產品 或是技術開發完成然後讓它量產上市 這個是主導性計畫裡面核心的審查重點 它大概主要會去看這個 那市場用型呢 市場用型它大概就會從你市場需求分析開始去談 就是說你在開發一個創新應用或是創新產品之前 你要先去針對這樣一個市場需求要有一定的了解 我們過去好像也看到很多 常常它在提計畫書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市場需求分析是搞錯方向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要談 車用電子的創新應用的時候 那你在市場需求分析的時候 你不應該拿整個全球車輛的銷售量當作你的市場 因為那個東西是不一樣的概念 你應該是針對你題目的範圍 就是車用電子的範圍去進行市場分析 那這個分析完之後呢 你要去說明說你這樣子的市場之下 這樣的應用情境之下 你會有消費者會有什麼樣的需求 那你的產品的功能規格 或者你服務的可以提供的服務 它是不是能夠回應這樣子的消費者的需求 它的適合度 然後再來就是市場的這個產品或服務 它的市場創新性跟時效性 還有市場定位的合理性 這邊講的市場定位指的就是我們的競爭分析 就是說不管是你現在可能會 或是未來的潛在競爭者 就是你們之間的競爭分析 還有就是這個除了到產品開發完之後 它還會去看你整個產品或服務 後續的推廣規劃 還有預期的成果效益 那下面的部分就是一般性的一個審查重點 通常我們還是會去看你 委託研究它的合體性跟必要性 然後計畫時程實施方式 還有你查點項目 我們的研發工作因為它都是補助國內的廠商 所以原則上還是以一個技術生根的原則 就是計畫的研發工作要在國內進行為主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它委員還是會去參考公司過去三年 在投入研發的比例 要跟你申請計畫的比例要有適當的 這個部分沒有設為一個絕對條件 但是在審查的時候會列為參考 那在申請資格的部分 消極資格前面三項是所謂的消極資格 就是你一定要滿足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這個大部分的計畫都差不多很簡單 就是說你只要是一公司法設定的公司 然後符合財務健全就是你精子為證 然後過去五年內沒有執行政府相關計畫 有重大違約紀錄就可以了 那下面這兩個是所謂的積極資格 就是說主導性的話它會去看你關鍵技術 是不是超越國內目前工業技術水準 那市場用型的話 它會去看你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性 時效性跟市場競爭力 而且你要跟目前市場上同類型的產品 要具有率先性 那審查流程的部分 我們計畫是隨到隨審 就是進來之後我們就會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的 各案去安排審查 那辦公司這邊會進行書審之後 會進行到實質上的技術審查 就針對計畫內容部分 常常必須要出席做簡報 那在主導性的部分 委員組成會有五位的技術委員 那在市場用型的部分 我們會有兩位技術委員加兩位的市場委員 還有一位的財務委員 來去做實質上的技術審查 那技術審查完了之後呢 到局裡面在核定的時候 它還會有一個審議會的實質審查 行事審查就是說 它會去看你整個審查程序是不是完備 然後公司未來的營運發展規劃 還有去確認計畫補助的效益跟經費的部分 那在主導性的部分 就是說會必須要出席兩次的審查 做兩次的簡報 那在市場用型 因為我們為了要符合快衡準 所以後面這一段的行事審查 就用專簽的方式去處理 那後面的部分會有一個 是一些計畫的申請注意事項 包括一家公司同時執行 不能申請超過三件計畫的原則 那這個三件計畫 我們其實是 業界科端計畫 創新科研計畫跟主導性計畫 加在一起算的 還有我們這個補助 它都是希望能夠分攤業者的風險 所以你已經開發完成的計畫 它就沒有所謂的風險 就不符合我們的補助範圍裡面 那計畫開始日都要以收件日之後為準 那我們在計畫審查的過程 大概是平均大概三到四個月 在審查核定通過之後 計畫是可以往前追溯的 但是追溯最早是只能到你的計畫申請日 還有接下來就是 計畫經費要與最近三年的研發經費 或是你的營業額有一個適當的比例 這個在前面也提過了 還有我們同一個計畫 同一個計畫它不能同時申請不同的補助計畫 就是說你不能有一與兩次 尤其是在這麼多補助計畫裡面的審查委員 大部分都是 不管是同一批人或是說這些委員有互相認識 這個資訊很容易就查得到 就是說同樣的計畫有不同的 在不同的地方去申請計畫 那我們計畫所編列的經費 不管是自籌款跟補助款 我們在查帳的時候都會去列入查核 最後再提醒一個 就是說我們在計畫裡面如果有編計轉 記轉的部分就是說你如果在計畫申請的時候 他沒有跟計畫單位正式簽約 可以先用意向書或是草約的方式做代替 那在審查的時候 審查通過之後要正式簽約的時候 我們在檢布計算合約書的印本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聯合執行的 有多家廠商聯合執行的申請計畫的時候 他必須要互推一家當作主導公司 然後要成立一個計畫管理委員會 去各家有一個合作協議書這樣子 那後面這個部分是 主導性跟市場應用型計畫的一個比較部分 就請各位先進參考 那後面就是我們這個計畫執行成效的部分 就請大家參考 那最後面就是說如果大家對這兩個 不管是市場應用型或主導性計畫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計畫網站上 或是打我們的那個諮詢電話 那我們都很樂意為大家服務 那以上說明到這邊 謝謝